如果肚子脏气 一定要学会用它 你要肚子脏气吹哪 拿吹风机在这个腰上 吹个两三分钟 立马就好 还有人变力的时候 如果排便不斥下 拿这个也吹一吹 如果说你要头疼 或头朝凉不舒服 这个流鼻涕 就站在这一块 两侧吹就别的有效 比如说这个咳噪 或者偏头疼 拿吹风机在这地方 就来回吹 特别人解咳噪 还有咽咽 还有咽咽不舒服 就是吹风机 吹风机非常好 你不要提广 提头发 这个对我们这个 中老年人非常好 包括小孩 你看我们家孩子 一旦不舒服出汗了 出汗的时候 不要穿着湿衣服 拿吹风机在这个地方 吹这边打进去 给它吹干 防止后背受凉 后背受凉 对心脏也会出 就这个大家好好用一用 就在生活中 它是随时随时就有效 包括还有人家 你看膝关节不舒服 或者如果那个 关关节不舒服 你买地方疼 你就可以在膝关节吹水 防止这个膝关节 走入有的时候发鼓 是的 像我们老人都是最怕 就是摔跤 一摔跤 我们容易发生骨折 因为我们的骨头 变脆了 入秋以后 它是变冷了 我们的膝关节 就会有不适感了 吹风机给你吹一吹 解一解 膝关节的表寒 你像老人到了冬天 他有各种关节问题的 就这个吹风机 颈椎 肩部 手腕 肘关节 包括尤其老人的膝关节 老人膝关节到最后 是最容易出现问题的 可以给他感受一下 可以来试一下 感受一下 你是平时哪不舒服 颈椎不舒服 要用热风 你看你这个后边 这个大椎 你这个包包都起来了 平时的照顾老人 然后老是逼着头 你看你这个地方 都比正常人要高起来 你看你这吹一吹 你就帮助你这个地方 让血液循环 从你的腰 你看你这后背出汗了 马上吹一吹就会好 这个是膝盖走路发软 我们给你都吹一吹 你看这个肌肉能力下降 整个都是软的 它没有支持力 没有这个力量 最后还是热的 晚上睡觉之后 给自己吹一吹 你坚持吹一吹 你这个关节发软 对你改善了 帮助你这个关节的血液 促进循环 你这个血液循环加快了 你的能量才能过来 你的腿才能有力气 舒服吗 觉得吹的 还挺舒服的 奶奶哪不舒服 咳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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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咳嗽 经常拿这个 吹的你会很舒服 不难受吧 你稍微出点 你的咳嗽就不咳了 你是晚上咳得厉害吗 但是没有晚上咳得多 是不是 你看你在睡前 像这样吹风机 就对着这个地方吹 我们跟工作人员讲 你就会避免 你晚上咳得这么严重了 你就能睡个整觉 特别有效 你别动 我看一眼 哎呦 整个都变形了 这两个腿 我看是不是一样 它这两个关节的形 是不一样的 给你吹一下 给你吹一下 只要说过一次伤 你没有去重视它 它就没有吹不过来 所以你肯定一到天阴 偏冷就难受 这边也得吹 外侧也得吹 两边都要吹 每一天要给自己吹 15分钟 你吹的时间久一点 你的这个疼痛就可以缓解 因为老人一摔跤 好多问题就都来了 要把这样的东西 生活当中常见的东西 把它用好 避免我们发生这样的危险 所以我们也要学会保护好自己 其实咱们自己健康了 一直这么健康下去 就是给孩子减轻负担的 我们也祝愿各位爷爷奶奶 身体健康 越来越高手 小红书 担心 小鱼 帅 你 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